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镇开发实际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开始介绍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一些接口 那么这一课的主题是用户管理的接口 那么介绍的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稳当的说明 第二个是介绍这个获取用户列表的接口 第二个是获取用户详情的接口 还有这个用户分组管理相关的接口 那么本节课没有实际的编码 我们只是基于这个微信提供的各种调试工具来做这个给大家演示 那么首先登录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然后来到开发下面的开发者工具 那么点开这个开发者文档 然后再点开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再点开这个公众平台测试账号 那么在这个开发者文档里面呢 我们要找到用户管理这一项 那么这里面是所有这个跟用户管理相关的内容 那么微信官方这个文档呢 存在和其他地方的文档呢 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那么比如说这里面叫 这个用户标签管理 那么其他将有的地方叫分组 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基本上一致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接口呢 就是这个获取列表获取详情 那么首先是这两个 那么我们如果要这个进行这个基本的用户管理 比如说获取用户列表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需要这个在根据我们之前介绍的流程 我们先需要在这个接口测试工具里面 先选基础支持 然后获取access token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测试号的appid和appsecret拿出来 然后呢 获取一个sys token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sys token复制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在用户管理 选择用户管理 然后获取用户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 获取用户列表呢 它是使用一个get的方式 那么它返回的数据结果是 就是一个openID的数组 那么就是加密后的微信号 那么当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出错 这个 大家在出错的时候参照这个文档来 阅读就可以了 那么 在获取用户列表的这个接口里面有一个next openID 就是从哪一个 就是从哪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东西是 可选参数 不选的话 它就是从头开始 那我们 点获取用户列表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接口测试账号 它返回了几个用户的ID 那么它返回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接散的格式 那么有total count 那么total count在实际的就是当你的数据 超过它的分页调述的时候 这个total count的值就是不相当的 那么data里面 有一个openID的数据 那么next openID 是用于帮助你获取下一页内容 好 那么这个就是获取 关注者列表 那么 当然这里的名词又不一样 就是一个叫粉丝 一个叫用户 一个叫关注者 那么这个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 里面是一个意思 那么 我们获取到这个关注者列表之后呢 那么常用的操作就是我要 然后我可以获取这个 根据这个每个用户的openID 去获取这个用户的详细信息 那么比如说 我从下面随机的选取一个openID 好 那我们可以拿到它的这个用户信息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这个是否订阅 然后openID 然后映称 然后 省市 国家 然后头像 订阅时间 等等 那么这些就是能获取到的 通过微信的这个开放接口 能获取到的这个用户的基本信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可以设置用户的备注名 以及进行这个用户标签的管理 那么这个在我们这个接口 在接口在线调试工具里面 那么你可以进行这个分组的一些管理 那么比如说是我们要查询我们现在的那些分组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用户其实有三种分组 那么第一个是未分组 然后黑名单 然后新标组 那么这个呢 跟文章里面的标签 那么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概念 那么关于这个标签的这个创建 然后 以列表 然后还有编辑 然后删除 那么这些接口呢 在这里面就不一一演示了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公众平台 在在线接口调试工具里面 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些尝试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实际上就是 为了不浪费大家太多时间 那么只是跟大家说明了 这个用户管理的这个文档在哪里 那么它的接口该如何调试 那么对于想做 想基于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做开发的同学 那么这些文档 你必须要通读 然后这些接口呢 你也必须要在这个 就是在它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上 做一些实际的调用 然后查看它的这个返回结果 就是知道它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在这里 那么下节课 那边就是在这个返回结果上的